陳廣北處居 這是陳廣北處居 陳廣北是我們的公教支部 公衛支部 公共衛生 他當時去日本留學回來 他認為做一個醫生 抗好病人一次只能救一個人 可是他如果去做預防醫學 他可以救整個人 他最偉大的就是 他當時發現我們台灣 很多人得到那個甲杖線 他就研究為什麼我們台灣 很多人會得到甲杖線 他現在說好像是缺點 所以他就建議在田裡面加點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鹽跟別人吃的鹽是不一樣的 是有加點的 然後加點之後呢 如果甲杖線病就下降很多 還有就是烏角病 以前也是很多烏角病 那他就去研究 原來是我們很多台灣人是喝地下水 然後地下水呢 有很多的礦物質 降生啊等的 會造成烏角病 所以就盡量就是 叫大家不要喝地下水 然後就慢慢改善 所以他就 他在世的時候呢 很有研究 那時候臨癌症 以前開始 那就 研究我們整個台灣的 那個韓症的地 那 所以 他幫我們台灣人的那個 那個公共衛生呢 做了很多 所以是 醫界 蠻遵從的一個醫生 這樣子 然後像葉金川 都是他的學生 我們現在有那個健保 其實 在當時 他認為說 嗯 做事的人 有老保 可以保護 那一般的人 沒得保護啊怎麼辦 所以他那時候就開始在推健 可是 可惜他沒有在世的時候 就推成功 後來是他 學生有幫忙 繼續推 然後才 產生我們這個 大家每個人都有健保 這個 這個就是成功的移工 所以 老師 這裡 這裡就是以前是他住的地方 對 這個是他們的老家 這個 也是我們松山莊的第一個幫主 陳婦 那 他以前祖先 他是 皇后教會的成教士 那 後來成商之後呢 他就 他就 有去做 開場 煤礦 然後賺了很多錢 然後他們 買了六間 再來我今天買了六間房子 三間呢 就 今天比較貴 三間 他們自己去 那 後來就 陳婦 就是 那個後代陳婦 就當我們這裡的第一站莊長 然後他那時候也有成立松山私舍 所以我們松山私舍 就 所以我們松山私舍 有一個 他的成功的標像 這樣 老師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松山長老教會啊 聽說他也是一間 命運多采的教會 好像他的建築也是 建築本身好像也是有在重新改建過兩次 那老師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間教會的故事嗎 好 這間教會呢 它 是 蠻有名的一個 傳教 是傳過來的 它有名的 有一間醫院呢 以它為名 猜猜看是哪一個 那 想必就是馬接博士 答對 這是馬接博士的 第十所教堂 就是他來到台灣蓋的第十間教堂 對 好 那當時我們台灣人不太喜歡那個基督教 那他們來傳教是很辛苦的 有些人會對他們丟石頭 或者是很多排斥這樣子 那有很多教會呢 常常蓋了 然後又被他們拆掉 那到最後一次就是 剛好中化戰爭 那時候拆得最兇 就是他們以為說 馬接博士就是欺負我們的外國人 所以他就把他的教堂拆掉 那馬接博士就很不開心 應該很生氣吧 對 所以那就找當時的流民船理論 那流民船也覺得是我們不對 所以呢他就陪那個馬接博士十萬兩銀 那馬接博士就利用這十萬兩銀呢 重建了四間教堂 一間在新殿 一間在大道城 一間在旺華 然後 當然 另外一間就是在我們松山 所以我們松山這個教會呢 它也叫做賠償教會 因為他是用賠償金所蓋的 那當時呢 他從蓋的時候呢 他就覺得說 我們都一直緩對嘛 對不對 所以呢他就覺得說 要跟我們中國有一點結合 所以他蓋起來的時候 他就用那個類似廟宇的尖塔 這樣蓋起來 用我們的材質 然後用紅磚 蓋出那個尖塔形的教會 那而且漸漸的慢慢的 大家也知道 他也幫我們台灣人 醫牙齒拔牙 所以就很多人都接納他了 而且也幫助他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局面 是後來勞和街呢 他拓寬 就把剛剛說 賠償教會的那個形式呢 就拆掉了 那時候就因為拓寬了 然後被 就是原本的教堂就被拆掉了 對 然後就重新蓋成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教堂這樣子 然後這個長老教會 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有那個講台語 然後他們的一個標誌 就是焚而不悔 那焚而不悔就是基督教有一個 就是那個上帝他要摩西帶領他們 讓一些人離開埃及的折磨 所以那個上帝就弄荊棘 燒荊棘 然後那個荊棘是不會毀壞 他既然被燒 然後不會被毀壞 然後用這個來暗示摩西 你有這個能力把那個 把埃及的 受困在埃及的人帶出來 那後來就是出埃及記的故事 所以他這個教會就是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馬街 他來傳教受到很多困難對不對 對 可是他就是不放棄 所以他是以焚而不悔的精神 來傳這個教室 然後他也是很高興 他說他希望他可以讓上帝所用這樣子 所以長老教會會用這個 這個焚而不悔來做一個他們的象徵 一樓那邊就有一個 他的那個銅雕就有一個焚而不悔 你如果看到很多那個長老教會 他們都幾乎有這個標誌 哇 看起來 他也想看